丈夫欠债外逃 三年后归来却离奇死亡 在沙船右侧的河堤下 发现了一具 用军绿色被子包裹着的男性尸体 债主嫌疑最大 但他竟主动跑到派出所喊冤 他死了 我的账也死了 我现在还哭诉无门呢 新的嫌疑人浮出属命 但他缘和声称 自己行凶是为了救人 躲债丈夫死亡真相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南方的村落一般沿河而建 河流解决了村民日常灌溉 捕鱼采沙等一系列生存需要 河滩也成了村民们夏季纳凉的好地方 2011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皎洁的月光洒在水面上 一切平静美好 可这一切却被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划破 救命啊 快来救我 我要被打死了 只见河面斑驳地映出三个人影影成一团 大约过了十分钟 一切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三个人影也随之消失在了夜色里 那么夜色中的三个人究竟是谁 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三天后的一大早 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公安局报警 撑自己的丈夫失踪三天 人不回家电话也关机 他还给民警看了一条丈夫三天前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 荣芳你放心 明天我就去找刘老板把事给了了 你等着我回来 刻字这条短信后 丈夫就再没了音讯 在民警的询问下 妇女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这名妇女名叫蒋荣芳 失踪的是她的丈夫林立柱 而丈夫短信里所提到的刘老板 就是村里沙场的老板刘达 那林立柱所说的 与刘达把事了了 又是什么事呢 早些年 林立柱在刘达的沙场干活 直到三年前 林立柱向刘达借了五万元钱 承包了一艘沙船自己经营 由于不符合相关要求 没有获得后续的采杀许可证 这样林立柱不仅赔光了本钱 欠刘达的五万元也无力偿还 林立柱破产后 刘达的债是越催越紧 渐渐的还找了些小混混上门要债 弄得家里是乌烟瘴气 而林立柱只知道躲在家里 这让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的蒋荣芳不堪忍受 她要求丈夫像个男人一样 要么站出来解决问题 保护好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要么就离开这个家 可万没想到林立柱竟然选择了后者 抛下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不告而别 林立柱走后 蒋荣芳悲伤至极 不幸流产 因此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正当人们对她的坎坷命运唏嘘不已时 蒋荣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为了解决欠债问题 她将家里的房子疼了出来 拿着房契找到了刘达 说 钱是林立柱欠的 要你就找她要去 我现在只有这一套房子 你刘达要就拿去 不要我蒋荣芳就只剩贱命一条 见蒋荣芳态度如此强硬 刘达也识趣的拿了房契 钱的事也只能暂时作罢 就这样无家可归的蒋荣芳搬进了木材厂的宿舍里 在这里她熬过了无数个艰难的日夜 直到半年前她再次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可这次面对电话里 丈夫信誓旦旦找刘达谈判 还钱拿回房子的保证 蒋荣芳只是冷笑了一声后 便挂断了电话 这么说来 林立柱这次失踪 会不会是兑现承诺 真的去找刘达谈判 不料谈崩 人被扣在了沙场呢 听完蒋荣芳的陈述 明景觉得事有可疑 于是立刻开始立案侦查 他们首先电话联系刘达 却无人接听 来到沙场也不见刘达的身影 这更加重了刘达的嫌疑 难道他已经畏罪潜逃了吗 明景沿着河滩查看 希望找到一些线索 这时明景发现 有一个木棍被孤零零的扔在不远处 木棍几乎折断 有少量血迹 而就在这个木棍不远的河滩上 明景又发现了大片 点状和拖拽状的血迹 一直延伸到一条废弃的沙船边 船甲板和船边缘的几处 被摩擦过的血迹 却引起了明景的怀疑 警方随即封锁现场 采集血样 同时找来了挖沙工人进行询问 没想到这一问 沙场最近还真有一些异样 这时一名工人若有所思的说 说到异常 倒是有件小事 不过应该跟着大案子没关系 就是前天早上上工的时候 我发现挂在沙船上的一条 军绿色的被子和挂被子的绳子 不见了 我问了很多人都说没看见 不久后 两名穿着黑色潜水服 背着氧气罐的蛙人 来到了岸边 原来明景根据血迹判断 有人在河滩上遭到了攻击 受伤后被拖上了沙船 现在沙船的边缘发现有血迹 更糟的是 还少了一床被子和一卷绳子 两名蛙人潜入了水下 不久后 果然在沙船右侧的河堤下 发现了一具 用军绿色被子包裹着的男性尸体 被单里还放着几块大的鹅卵石 经蒋荣芳初步辨认 这就是自己的丈夫林立柱 看到丈夫的尸体 蒋荣芳失声痛哭 既然林立柱欠沙场老板刘达的钱 人也死在了沙场 刘达现在又不知去向 那么刘达就最有可能是本案的凶手 警方决定立刻展开网上追逃 是将刘达尽快捉拿归案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当晚 刘达却主动地敲开了公安局的大门 跟随他一起来的 还有他公司的会计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刘达自知法网灰灰 投案自首来了 可听说过投案自首带律师的 这带会计还是头一回 刘达唱的又是哪出呢 警方怀疑债主是凶手 他却主动跑到派出所洗脱嫌疑 他死了 我的账也死了 我现在还哭诉无门呢 警方发现新的犯罪嫌疑人 竟是与死者的妻子有关 他流露出对王良慎特殊的关爱 二人在场里已是初双入对 犯罪嫌疑人称自己是为了救人 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躲债丈夫 死亡真相正在播出 刘达一进门 第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杀人 那你跑什么 明警反问道 一开始我担心你们查到我违规采杀的事 所以决定避一避 可没想到灵力柱死在了沙场 事闹这么大 我想我有必要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哦 你打算怎么证明 明警好奇地问 刘达叫会计拿出了一张欠条和一张银行流水单说道 你们看 前天早上 林立柱就还给我了三万元 中午我就让会计存进了银行 另外的两万元 林立柱承诺下月还清 那既然林立柱都还钱了 还承诺下月还清 我有什么理由要杀了他呢 他死了我的杖也死了 我现在还哭诉无门呢 说着刘达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经与会计核实也证明了他的说法 那会计会不会为了包庇老板而做伪证呢 第二天尸检报告出来了 证实死者就是林立柱 死亡时间是两天前的夜里11点 至次日凌晨1点间 林立柱的后脑遭多处创伤 最终确认死因为脑部遭连续撞击 至炉内出血而死 伤口的附近还发现有沙石残屑 最终确认凶器就是与他一同沉入河底的鹅卵石 现场的血迹来自两个人 大部分是林立柱的 少量则来自于另一人 很可能是凶手的血迹 凶手的血迹主要出现在那根折断的木棍和船的栏杆上 据此判断凶手在行凶过程中 很可能右手手掌受伤流血 可民警却没发现刘达的手上有任何伤痕 经比对 他的指纹与血样也与现场的不一致 看来凶手不是刘达 民警决定对案发现场周围的居民进行走访 希望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案发当晚林立柱曾与凶手发生过搏斗 时间又在深夜 周围的居民应该能听到一些响动 可经走访 周围竟没有一个居民注意到当晚河滩上的身影 进一步了解得知 当晚就在河滩不远处的木材厂里 正好举办宴席 举办宴席的木材厂就是蒋荣芳工作的地方 通过对木材厂工人的逐一询问 民警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 新的嫌疑人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场的工人们说 当晚是年轻工友王良盛的生日宴 而这场生日宴的筹办人竟是蒋荣芳 蒋荣芳为什么要帮一个年轻工友办生日宴呢 王良盛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 五岁那年母亲离开家外出打工就再没回来 父亲带着他辗转打工没有再婚 从小失去母爱 造就了王良盛内向孤僻的性格 两年前他来到了这里 在木材加工厂里 遇见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女工友蒋荣芳 他这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母性的关爱 蒋荣芳因流产失去生育能力 使他心里永恒的痛 见到内向的王良盛却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母爱 就这样平日里他流露出对王良盛特殊的关爱 一来二去 二人在场里已是初双入队 不久后的一次聚会 借着酒精他们发生了关系 自那以后两人就成为了一对地下情人 得知此事后 民警接着问道 那案发当晚王良盛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这时工友们七嘴八舌的回答说 当晚十一点左右 王良盛是出去了一会儿 大约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后来结账的时候 他裤子口袋里的钱是湿的 破案就在眼前 民警立刻找到了王良盛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名身材轻瘦 双手都捆着绷带的年轻男子 难道他的手是作案的时候弄伤的 王良盛看出了民警的怀疑 赶忙解释说 哦 我这手是今天早上上工的时候 被闸刀割伤的 现在刚从医院包扎回来 说着 他吃力的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就诊单据 看来光凭受伤是无法判断凶手是不是王良盛了 可这受伤的时间也太巧了 民警对他的说法有所怀疑 便接着问道 你认得蒋荣芳吗 认识呀 荣芳姐对我很好 我很感激他 那你生日当晚离析了一个多小时 去了哪 回来后 裤子口袋里的钱怎么会湿的呢 面对民警的提问 王良盛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当天我喝多了 出去吐的时候 不小心弄脏了裤子 只好回宿舍洗 所以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钱就是洗裤子的时候弄湿的 王良盛的所有回答都非常配合 合情合理 只是最后 民警问他是否愿意配合提取指纹和血样的时候 他拒绝了 说道 我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杀了灵力柱 可我跟他无冤无仇 而且凭我这小身板敢跟他动手吗 如果没有别的证据 我想回去休息了 说着王良盛便走进了宿舍 王良盛为什么拒绝警方采集血样呢 民警眼看这好不容易的转机就要断了 灵机一动 跟着进了王良盛的宿舍再次对他进行询问 王良盛你以为我们警察会空口无凭的来找你吗 你 你什么意思 王良盛心里不禁打起了鼓 在本案的重要证据上都发现了你的指纹和血样 也就是捆尸体所用的两条绳子上都有你的痕迹 你该怎么解释 面对民警的大声质疑 王良盛却笑了 王良盛却笑了还得意洋洋的说 哼 你们休想骗我 捆尸体只用了一条绳子 哪来的两条 这时两位民警走上前去说 王良盛 我们决定拘留你 王良盛现在才恍然大悟 可为时已晚 原来警方从没对外透露过 诸如捆尸体用了几条绳子 这样的案件细节 可王良盛却极为肯定的说出了 捆尸体只用了一条绳子 这一隐蔽的作案工具特征 从而露出了狐狸尾巴 经比对 他的指纹血样与现场嫌疑人 遗留下的一致 在如山铁镇面前 王良盛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作案的全部经过 可他却反复辩解说 我当晚是为了救人 才措手杀死林立柱的 这是个意外 什么 救人 难道当晚在案发现场 还有第三个人 丈夫回乡还债 却听闻妻子与他人油染 妻子已经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而且对象还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青年 丈夫恼羞成怒 大打出手 却反而丢了性命 立刻跨坐上林立柱的后腰 抄起鹅卵石 猛击他的后脑 杀人者背叛入狱 理所应当 而死者的妻子 未实施杀人行为 原本已被指控 故意杀人罪 躲债丈夫死亡真相正在播出 经讯问 这第三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本案的报案人 蒋荣芳 明镜立刻传讯了蒋荣芳 在证据和强大的心理压力面前 蒋荣芳 最终说出了实情 终于案件水落石出 原来 常年在外躲债的林立柱 一心想着早日赚钱回乡还债 以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可当他打电话 将自己的决心告诉妻子时 妻子却冷笑地挂断了电话 前几天 他好不容易攒下了三万元钱 便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短信 将回乡还债的计划告诉了妻子 并满心欢喜地回到了乡里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蒋荣芳与王良慎的地下情 在村里早已人尽皆知 林立柱一回来 就从朋友们口中得知 妻子已经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而且对象还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青年 林立柱的头都快气炸了 是要揪出这个勾引自己老婆的小白脸 狠狠地揍一顿 经打听得知 勾引他老婆的男人名叫王良慎 当晚还要在河滩旁的工厂里 举办生日宴 林立柱便决定在河滩附近四季等候 当晚十一点左右 林立柱看见妻子蒋荣芳与一个瘦弱的男人 一同走出厂房 还拉拉扯扯地来到了河滩上 不用说 这个瘦弱的男人一定是王良慎 林立柱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王良慎大声呵斥道 好你个小白脸 竟敢恭迎我老婆 说着更向王良慎冲了过去 蒋荣芳一看大喊道 不好是我老公 你快跑 王良慎听后转身 头也不回地朝马路上跑去 可没跑几步 就听见身后蒋荣芳的呼救声 回头一看 蒋荣芳正被林立柱压坐在身下 饿着脖子抽着耳光 见此 王良慎又冲了回去 还抽起一根木棍猛击林立柱的后背 可没想到棍子折了 林立柱却没被击倒 反而一个回身猛地夺过棍子 扔到了一旁 王良慎的手被划伤了一个大口子 血流不止 王良慎被吓坏了 可正当林立柱起身要转向他时 却一不留神被倒在地上的蒋荣芳半倒 面朝下栽在了地上 王良慎见时机来了 立刻跨坐上林立柱的后腰 抄起鹅卵石猛击他的后脑 直到林立柱失去了动静 王良慎才停了下来 这时蒋荣芳已经被下滩在了一旁 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 这该如何处理呢 二人商量决定将林立柱沉入河底 让这个秘密随着尸体一起消失在河滩边 于是二人合力将尸体拖上沙船 随手扯下挂在船上的被子和绳子 包裹捆绑尸体后 放上鹅卵石沉入了水底 最终两个人的罪行 还是没有逃脱侦查人员的明察秋毫 很快检察院已故意杀人罪 将王良慎 蒋荣芳诉至法院 法庭上王良慎自愿认罪 他只要求法院考虑到 他是为了救蒋荣芳 才措手杀死林立柱这一情节 对他从轻处罚 可蒋荣芳和他的辩护人则提出 本案杀死林立柱的是王良慎 全过程蒋荣芳只是在一旁哭 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在王良慎杀死林立柱后 蒋荣芳才帮着将尸体拖上沙船 之后捆绑尸体 抛尸沉浆 都是由王良慎一个人完成 因此其主观上与王良慎没有杀人的故意 客观上也不存在杀人的行为 故不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即便要对蒋荣芳帮助搬运尸体的行为 进行处罚 那也只可能构成 帮助毁灭证据罪 那蒋荣芳的行为究竟构成何种犯罪呢 什么又是帮助毁灭证据罪呢 根据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 帮助毁灭证据罪是指 帮助诉讼中的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 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那故意共同杀人最终的帮助犯 与帮助毁灭证据罪中的主犯 又该如何区分呢 关键看两点 第一 提供帮助的行为人 与实施杀人的行为人间 是否存在杀人的共同故意 也就是事前是否共谋杀人 事中是否存在共同杀人的意思联络 第二 就是帮助行为发生的阶段 是在杀人行为进行中 还是杀人行为完结后 如果行为人之间存在杀人的共同故意 那无论在哪个阶段提供帮助 都应以共同故意杀人罪论处 如果行为人之间不存在杀人的共同故意 帮助行为又是在杀人行为完结之后才提供的 那么就只可能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了 本案中林立柱虽死于王良慎用鹅卵石击杀 但王良慎的行为是由蒋荣芳的呼救直接引起 因此蒋荣芳对王良慎的击杀行为就有劝阻和制止的义务 而他作为林立柱的妻子 本就对丈夫有法定的救助引物 而在整个杀害过程中 蒋荣芳却无动于衷 在明知林立柱可能被王良慎杀死的情况下 对王良慎的行为仍然没有制止 放任了林立柱死亡结果的发生 因此他主观上具有杀人的间接故意 客观上以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方式参与犯罪 最终还帮助搬运尸体 因此对他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最终法院认定 王良慎、蒋荣芳因婚外情 引发与丈夫林立柱的矛盾 进而故意非法剥夺其生命的行为 以触犯我国刑法第233条之规定 构成故意杀人罪 王良慎是主犯 鉴于其认罪态度好 故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蒋荣芳是从犯 且参与程度较低 故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案件虽然尘埃落定 但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王良慎和蒋荣芳都曾有过悲惨的遭遇 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 本无可非议 但他们却放任了感情 模糊了边界 走上了暴力杀人的犯罪不归路 真可谓 命运长叫人无奈 勇敢面对莫徘徊 切记沉沦与放纵 害人害己 尽悲哀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丈夫称过世的岳父给他托梦索要十万元 如果他不能够渡河超身 他就会变成厉鬼 妻子把钱给了丈夫 却发现丈夫将钱花在了别处 你是不是又把那些钱给外头那些狐狸精了 得知真相后 妻子当场翻脸 不料丈夫竟然拿出一封信和一枚子弹 报复 勒索 偷鼓 灰 明日播出